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是分在北京和杭州两地这么一个线上对局 那么我们也是可以跟随我们镜头先去这个现场去看一看 这个画面还没有出来 其实今天特别巧四位棋手正好两位是在北京两位是在杭州 我们现在看到了 那么在这个今天的赛场看起来就比较空荡荡了 因为半决赛了 因为前面这个从本赛开始包括从预选赛开始 一直都是这种大规模的作战 比较多下了好几天了 这是在中国棋院的这个现场 这是王兴浩 对 这个是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盘棋 王兴浩 我们先看的是周鸿瑜这盘 是女将周鸿瑜昨天也是两个战胜了另外一位女将 唐嘉文 那么周鸿瑜现在已经也是女王级的一个棋手了 比拿过世界冠军的 拿过世界冠军 对 而且周鸿瑜最近这个状态非常好 就是他在国内的就是计算等级分的对局中 已经获得了21连胜 这么强 那深圳序 深圳序是对中国棋手23 周鸿瑜21连胜 对 当然21连胜他是包括很多这个跟女子棋手的对局 但是就是说他在这个可见他在女棋手当中 这个统治力啊 包括你像在新人王在其实有很多和男棋手的销售 对啊对啊 就完全是不落下风的 他拿过新人王冠军啊 对就是三年前吧 对他拿过新人王战的冠军应该是 就是在这个男女混打的情况下 赢得陈豪欣吧 陈豪欣 是的 陈豪欣好像是 对 就是非常强大呀 这个三年之后 这个周鸿瑜现在今天又打入了这个半决赛 你看他能不能更进一步是不是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对 好的那么他今天的对手呢 这位是马帅 马帅这个名字 大家会陌生一些 确实是有点陌生 原来是去年定段的 所以真是名副骑士的新人 新出段 去年定段成功的 对 那么马帅应该说是本届 这个新人王赛的一匹黑马 嗯 状态看上去非常好 他是从预选就看一下 对对 那么我们本赛是32位棋手 预选我看有8位棋手 对因为他去年定段嘛 等级分基本上就在一个 起始的一个阶段 对他是按照等级分来这个 决定参赛的资格 对对对 如果你等级分可能比这个本赛 起来稍低点 你要先从预选赛打起 对对 那么他的预选赛是二连胜 之后又进入本赛 之前又是连过三关 今天来到了半决赛 那么虽然说马帅对着周鸿瑜 对着女将 那我觉得马帅应该 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 还是要冲击吧 对 不是在这个上风的一个位置 周鸿瑜是新人王冠军啊 你不能可能说 自己去年刚定段就上风 但可以看出他这个起立 应该还是挺强的 他最近状态应该也不错 那马帅上一轮是战胜了一位 唯甲骑手叫郑宰响 郑宰响 郑宰响 四川队的是吧 对 成都队的骑手 好 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啊 周鸿瑜这盘骑士黑棋 因为 周鸿瑜最近 我看到我们前面说 他21连胜嘛 他这个就是连胜的起点 就是去年9月份的尖桥杯 他尖桥杯拿到了嘛 最后拿到尖桥杯的冠军 所以他不仅是 包括还有女子 名人 还有这个世界的吴清源杯 挺猛的 对 这个这两年战绩真的是 吴清源杯 非常强 他是躲关了吗 对呀 去年躲的 不是不是去年了 应该是前年 那去年到现在 他一直连胜吴清源杯 是下到什么阶段 他吴清源杯还 一直赢着 没有吴清源杯是 他连胜之前的 我听成你说 他这个连胜的阶段 包括这几个比赛 没有没有没有 对他之前哪个吴清源 对对 是他连胜之前 吴清源杯是2020年吧 他拿的那一次 点三三 这个也是 然后马上这两位棋手 就下出了一个 特别复杂的 对 迷失飞刀 迷失飞刀 这马帅 我感觉好像 这下棋 可是气势很甚的 马帅 因为新出段 我们对他都不太了解 敢打敢评 对 这我还 对 听说好像 在英雅老师的道场里 学习过 原来道场的时候 他也训练过 对 他在北京 包括杭州 现在在杭州嘛 他定段是在杭州 那个定的段 之前在北京 也学过一段时间 那时候还小 小一点 发挥也很不稳定 对 他看来这两年 应该进步还挺快 马帅是05年出生的旗手 05年今年 如果升月正常 如果升月是在后面的话 就是还不满17岁 不满17岁 16岁 16岁多 01年就15 16岁定段 对 就是现在如果换算到 这个上学的年龄 就高一高二的这个年龄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 在北京长逊了也很多年 后来去杭州 也是成功 在去年定段 挺不容易 那感觉 确实看他之前 这新人王赛之前的几盘棋 下的确实是还不错 不错 虽然是新出段 但是这个实力并不弱 对 骑下的也挺凶的 你看这个 这两位棋手也是针锋相对啊 走出了一个 米式飞刀 米式飞刀 米式飞刀现在也是这个 即使在有AI研究的情况下 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 我昨天看 也是新人王赛一盘 是不是马帅下的 昨天也是一个米式飞刀 两位棋手下的 好像是马帅跟 对 昨天好像是有一盘棋 也是米式飞刀 是他赢的针锋相吧 是他赢的针锋相吧 他赢的针锋相 那就是昨天他就下了 我记得好像是 昨天他就下了米式飞刀 这个人物有点记不清了 骑我好像瞄了一眼 就是 这里的时候 这个都是没问题 这个 这个长 下到这儿 下到这儿 有一些 那盘棋 黑棋好像是扳的 扳的 对 那盘棋 是吧 对 就是对针锋相那盘 扳的话 是不是就是 扳它虎 就另外一种更复杂的一种变化 对 那盘棋 我看反正白棋 把这儿吃了黑的取饰 那个也是 反正之前也见过 也下的比较多的一种下方 对 看来这个年轻棋 还是比较喜欢 挑选这个难解定式 对的 主要是年轻棋 棋手也用功 记忆力也好 必修客 你得摆 这里边变化 我估计他们吃的都比较偷 这盘棋 周鸿宇是选择的 所以 就是 其实朋友们 可能看来 这复杂的东西其实下起来 有时候 心里不是很有底 但我觉得两位对局者 其实他们对这里边的变化 还是 非常的熟悉的 实战这步棋 肯定就是研究 研究过的吧 对 接下来 这个 尖这个 尖载22 对 因为可能我最近 没怎么摆这个变化 我不知道 以前不都立的吧 也有 现在也有尖载22了 现在都是尖载22 也不是都尖22 就是也是一个新的变化 尖载22也可以断 可以断 断的话就 这两个字的区别是 现在你断的话我打吃 我就是在想一下 好的也 然后再提 就是是不是 好的也比较模糊 这个字放这放这的区别 那对这边 稍微好 好一点点 真的 好 我感觉肯定是 一幕期肯定是都到不了的 就是一种感觉 长得好一点 这个 这个的好处 可能在以后 可以一起打拔完之后 这个再退回来 然后这搬完 搬木树 可能才有一点点区别 对 反正有一细微的差别 或者说就是这走完之后 结材会好一点点 就非常细微 所以它这个抠的 就是这么细 就是这么细 但由于这个东西 它就产生了另外一种下法呀 我觉得现在已经 这么细腻了吗 就为了便宜 类似于结材呀 或者一点点味道 已经这个高深莫测了 因为走这儿 我是命令你只能断 对 这只能断 这儿的话 给了对手一种选择 一种断一种非 这两种下法都有 就说它觉得这种也不怕 就是还 很很很 现在这儿 强行抠这个味道 这个肩腕二 也是现在这个流行的 一个分支 对 跟我最近期不看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我也是第二次看到 区别 我一直在想 这个区别非常非常细微 我没看出它 特别大的一种必然性 对 就是 当然你断 我可能走下去 是比那个会好一点 它好的 我觉得 要我的话 我就忽略不计了 这个两个字 就关系不是特别 其实像这种 定式也好 变化也好 其实就是在这种细节上面 很抠啊 就抠 然后才会有这个 新的那种演化 对 年轻起手 这抠的 就现在 定式的一种变迁吧 AI是不是推荐 这个是一选 我好像看了一下 这个好像变一选 嗯 AI好像走这 比利益的胜率 还要高一些 所以这年轻 年轻起手 他对这种 新变化非常敏感啊 一旦出来新变化 他们也是 很乐意去尝试的 整拿AI摆的 还是比较瘦 对 所以新人网站 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 最新变化 是不是 对 年轻起手 这方面 嗯 每天练的 还是比较的 明白的 你看 因为肩在了脚上 这个一路之差 现在白黑骑士 可以飞出来了 就产生了另外一种 分支的变化 嗯 其实黑的也可以断 黑的选择 这 对 我看这双方下的 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局部变化的 AI给出的一选 都是 对 双方应该都 这个都非常熟 很熟练 很熟练 接下来 呃 加 加进去 加进去 这个局部死活的一个 要点吗 这白了脚就没活 对 这样子 嗯 不管怎么下 其实都有 好像都留了一个截 是吧 嗯 白骑 白骑士战的下法 倒是 算是可以算进活嘛 他没有 没有打截 嗯 就其实不能随便打 打的话是个俗手 你打的话 打就粘住 黑气一粘 这个 然后白的 还是打截活 对 假裳没办法进活 对 你粘我就扑 你打的话 我可以打这个 嗯 提的话 这段不行 只能打截 对 所以说 这打完之后 也没什么齐下 打尺是个俗手 实际上这个力 是 想要进活的 一个局部唯一的一手啊 呃 这样的话 脚上是 留着一个段 是吧 对 端他不是打截 他如果打这个的话呢 脚上就有一个打截 嗯 这样是个打截 黑的现在直接打 他现在肯定不会打 他要走的时候 跳 他跳 跳在这儿的话 看上去很奇怪 这还有有个吃 但是黑的好像 也 不会来吃 嗯 吃的话 吃的话 这里有一扑 是吧 但是这个次序怎么走 先靠还是 我也不知道 这次序怎么走 就是这个脚 白的是不是 有可以气 或者他先 他先这里 走歪面 也是不是有可能的 嗯 就这里头去是怎么 就是这里 将来铺 提 打吃 沾 然后白的这边 可以打下去 这个有个打下去 对 或者白的是不是 他要直接气啊 对 然后这边呢 就是可以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先这里 先走一走 对 有可能先 白的现在好像 黑的想吃白气 白的除非从来出来 不然这上面直接走 白气是死的 就转换 嗯 就是我也搞不清 靠提沾上黑的 把这吃了 把这拆一个 怎么样 嗯 成功了不太满意的话 可能就是加了 嗯 先加 嗯 这样的话可以起 因为不能冲下去 只能沾回去 是吧 沾回去 这样 他吃这两个字 也意义不大 是吧 大致还是沾一个吧 这个 这个 这黑的好像意思不大吧 人家还得补手棋 对 补手棋 摆在外面 该白气一下 对 黑的意思不大 你吃 这等于就是个关子呀 因为你吃一个这个 你还得补 就相当于一个吃了这两个子 跟白气出头做交换 如果说现在黑气就这样子走 然后把充了提掉 可不可以 应该不太好 黑气 黑气这个气有点紧了 白气出头之后 就是白气活了 你这就是一个关子 没有太大意 而且你走完之后 以后白气这地方挡下去 由于气井的问题 这冲断也不存在 这有个炕 所以黑的 就没什么收获 所以应该不会去吃这个 跟加出来交换 应该也亏了 这好像没什么好奇 对 所以就不会去吃了 看看它的实战 所以局部算近活了 对 实战粒粒后 先没有走 它先冲断了 先冲断 就更不一样 它先冲断的话 更不会去吃了 它现在断这个 它现在断这个 交换一手 白气跳 就白的现在不能打了 刚才我在想 是不是还有可能打呀 因为你没结材呀 直接断的时候 是吧 现在因为这个打结的话 中间虎一个受不了 这有个虎的结材 它冲断造了没结材 刚才我是觉得 这样我就跟你打结 你别没结材 你打结 我如果这两个冲出来 你冲的时候 我扑你走什么 就是这个时候是吧 先做结 然后现在把黑气找结 黑气抽 对 有可能不是结 我先扑你一下 我扑了打一下再消结 欠个半死 你这个冲完还得补 消结可以这么消 这个有点厉害 但我不能直接扑成消 直接扑被你提了 我就扑完打一下再消 你得补一手感觉 插了一手气 对 充算未见得便宜 那它可能先冲 就有可能有这种变化的感觉 它冲断有可能造结材 冲断完这多了 因为没结材 反正你就不能打我了 有可能 你可能就只能跳 很细啊 然后还是一样 黑的刚才我们说了 不能去吃 吃这个应该也是 吃过来 本手吧 我看这双方向架 好像也是一个基本图 好像都没什么问题 还是两分的一个变化吧 黑棋配合也不错 左边的这个配置挺好 和这个当官手脚 基本就实地化了 效率还可以 将来白棋这一代 很难进去了是吧 也不太会进 进去活也不便宜 可能有点苦 基本上就算黑棋实地的 白棋重点放到这边 先点这 对 进攻 它点 它点完了一跳 就是 黑的想吃白棋 像可以把白棋吃掉了 好像 它没跳 它是先 先补了一个 对这里先补了一下 等于先手交换 我听说跳不是一吃卡 可以吃掉 这里先牵手交换 交换掉不亏是吧 就走掉 对 这样就把这个黑的这种选择 给它先消除了 等于这样先手活了 然后再跳 这个也有个代价 就是气紧住了 这个 我们看这几个子 将来这打是决心 是吧 打可能会有点 会先保留嘛 反正就有 黑棋出头的时候 然后这地方气比较紧 先挖了一点 嗯 但这里 白棋这样子 自损一口气的好处 就是将来 就是 这个不如气了 对 它这个把这个隐患 给消除了 本来直接走 刚才黑的想吃 白棋是可以吃的 对 这样是彻底活了 但这样气紧之后 黑的出头也方便 白的也弄不住黑棋 这就是气的关系 本来我可以走这个 我这本来 我这个搬了沾 对吧 白的有这种 可能想封黑棋的意图 但是由于这气紧 对 就是由于气紧的一个原因 这多了个不吃 哪怕你说多一口气 这地方黑棋头就不好出 嗯 这差挺多的 所以也是有利有弊 就是白棋气紧住之后呢 这个地方封不住了 黑的也顺势出头 那还是形成一个乱战吧 这个局面 这个地方黑棋 就放黑棋出来了 白棋没有什么好的 封不住 封不住 因为气太紧了 就放黑棋出头嘛 一眼 真长 再加光一些 有这种 加这个 加这个 这么紧凑吗 哈哈 有没有 看起来 有点有点危险 白棋还气太紧了 白棋还气太紧了 黑的走什么呢 我怎么一眼也没看出 黑的怎么办呢 打吃呗 感觉 打了出来 怎么出来 打完 怎么出来 就白棋 打掉不便宜 打掉不便宜 打掉 气紧 退着这样 是不是可以尝一下 对 党都现实 肯定可以尝 还是有点勉强 有点勉强 对 黑的气 还挺长的 因为这边 打了长出来 因为长就只能贴 我还可以搬 应该不太 有点风险 还是稍微有点强硬 第一感是白棋 有点 好 没有勇气 这里来走 特别强硬的封锁 应该不太成立 沾上应该本手 沾了 现在黑棋要出头 黑棋病着出头 病着出头 对外面好一点 应该是跑得最快的一个 一个方式 这也是 就是 就是 起手的这种 很正常一个感觉 是吧 对 好像局部 就只能病出来 跳 这还是 双方 也算是 都走好了 对 其实 这样的一个大型变化 下了 现在有五十多手 差不多 整体还是一个 两分的 两分的一个局势 这也是 肩之后 这个也算是一种 新型的变化 双方 这局部应该是 比较熟的 站线还很长 差不多吧 白棋跳 白棋没有 这边大飞 先手脚 先手脚 大飞手脚 大飞手脚 对 因为它这挡 还是先手 对 还是薄了一点 也是照应一下 这几个子 对 得连接 不然被黑棋挂进来 有点苦 这几个子 黑棋也出头 这个是方向的一个 入腹真正面 看上去一个 新型的好的 一个方向 如果说上边是一个 黑棋是一个 没有味道的情况下 看起来好像 还是白棋更苦一点 是不是 就抢到这个头过来 黑的方向要舒服一些 黑棋已经震到了正面 对 就把头针过来 主要是白棋 这一串子 这个又没有眼形 气又很紧 看上去有点 有点 孤单 跳完了之后 白棋在这里 亮招了 你看它是先冲 这个 本身也是没什么招的 这黑的 我也没想明白 但这个小尖 确实是好奇 就说马树在这种地方 还是很敏锐的 这个局部好手 小尖 局部搞出一个结 但问题是 就是吃的时候 黑的为什么 他不吃了 对 为什么呢 他就是这样 白的其实是一个适应手 就跑一下之后 对将来这地方多一些借用 对 也就是这样了 其实肯定没有了 为什么不吃过来 是吧 就他觉得这样厚 他 觉得不怕 但是这个结 这个结也很怪 因为它是缓期结 对 但这个结 对白棋来说 损失不是很大 白的是 相当于 也不都是特别 没有损失吧 这边你 他等于提掉 多花手棋 损失倒是没什么损失 但主要这是 黑的可以拖一手先 然后才是景气节 就是这是一个缓移气节 黑的可以先不走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是毕竟多了个手段 就是说 我肩不肩是我权利吗 我又可以在外面走 我不肩 就留着的一个棋 就是说这点味道 真的值 值当去留下 这么一个手段 因为这个手段 看上去还是很 很重要的 因为这起筋 对 我吃这个 这点味道 味道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 我也没太看出来 就这个局部的这个手段 两位棋手 肯定是看得很清楚的 黑棋一定是能看到 这个能吃回来 是没有棋的 就是他是做一个选择 是要这个味道 还是说把自己捕牢 我觉得味道 值不值得 是吧 也没什么味道 也是一个判断的问题 除了靠近地方搞两下 可能稍微占点小便宜吧 对 味道是没什么味道 你这个没什么好搞的 我急了 我提不都觉醒吗 所以打吃在这儿呢 我觉得 应该不能说是他打勺了 他一定是看到了 就是一个选择 他宁可让你出棋 也不 就是 也挺撑的 他就是不怕 他就觉得 其实是不是还希望你来 这样的话 你落一后手 落一后手 你看 但其实我觉得 白棋也不见 那现在一定要见嘛 你现在见就一定好嘛 确实 我有这个节 我是不是可以 你也可以考虑先留着 对 我留着 比如说我可以 本来我走这儿 我是不是有点担心 那我现在有这个节 我可不可以先来跑一下 你非要强行分断我 我真不是要打结吗 我想不怕呀 留了一个后手 总是好 我是不是可以先留一留啊 有可能 他直接来 倒是 这年轻时候 可能也是看到一些手段 按耐不住 忍不住 而且还挺妙的 有时候我们下鞋是这样 看见一个妙手 就一定要秀一下 很帅 而且关键是这个 确实是有价值 这价值是有 五个旗筋 六个旗筋 马上就是一个 但是他走这个 黑的也没法硬了 黑的 硬也是景气节 我拖鞋 你走还是景气节 我肯定拖鞋 便宜手棋 对 那么黑旗呢 抢先 这样子 转一步大场 嗯 黑的去抢了 不大场 挂了拆了个二 那这个旗 白的就好像挺直接的 马上直 对 它就很直接 其实我的一会儿 是肩的时机 是否现在一定要走 这个铺 是否也是 现在一定要走呢 马上开肩 我就 先逼一逼啊 或者先拆拆边 行不行呢 一定要现在开 含蓄一些是吧 我不开 不开的话 黑旗也没有办法消解 它开就有一点 它算清节才 它觉得现在开 它节才有力 它觉得现在开好 不过话说来 这个黑旗为什么 把这个先打一下呢 如果将来提掉的话 这个就打不到了 忘了 是不是 你这个 什么时候就可以先打掉 是吧 肯定应该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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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打了 这样我就理解白旗为什么先打掉 如果我没打掉的话 如果我没打掉的话 好像差了 是不是也 白差一个断点 白差一个断点 将来白旗提掉的话 这里多了一斑 多了一斑 这很宽张啊 就说你现在找外面什么都不是结 什么拖啊什么 这都不是结了 肖安节一斑就死了 这本来是黑旗的决先的呀 是吧 黑旗 这决先 或者挂之前就把它打掉 就应该打掉 这个肯定应该打掉 这样我就理解 白旗为什么现在要扑了 他就是看到了 你没打 我抓住机会了 白的现在 那我觉得 很机敏是吧 支持的 这是好奇 白的是抓住机会了 黑的把这打掉 我觉得 我是对 他就没心情开解了 对 那你不开解 你这不尖的时机 我觉得有点早吧 那现在既然我走个大厂 你也得抢大厂 我俩在外面还得 把大厂占完了 这个节就一直放着 都没心情开 不过我倒从这个 从这里打吃挂脚 我倒是觉得 这个周鸿瑜 周鸿瑜都骑风 因为他这个一出道 骑风就是以这个力量大组成 对 刚下女子为甲 当时年龄就是 女子为甲最小的女棋手 但是赢了瑞朗 那盘棋 就一战成名 那盘棋 就特别体现他的风格 但慢慢的 我觉得他也在成长 你看像这种吃 这种挂子 至少他不是去过于 纠结于局部了 就是眼光开始去 放眼全局了 这是他的进步 大局 可能也是还不错 但是这种还是应该走掉的 应该对 还是要走掉 这个可能是不是随手了 忽略了 忘了 我估计是忘了 这个走掉是绝对不会亏的 这就是人类棋手 难免会有一些 这个失误 就真是忘了 所以好 那这个白鞋是对的 白鞋抓住机会 对马上开机 因为这里没有交换 对白鞋现在正是好时机 还行 他忘了这个 但他没有忘了这个 这个还是细腻度 他再把这个忘了 可能就 又白亏些 因为他如果现在你走 打这个截 这走不到了 对 打不到这下以后 你打 他是打一路的 这地方白少一个硬腿 而且木术也亏两木 对 这个时候 这个想起来了 打一下是对的 转身俱逝的时候 是吧 他打一下也有个问题 打一下这个截 白的就一定要打赢吗 这个好损啊 这个找完这个截 白的不是也无忧 彻底无忧截了 对吧 他是站在这 打截 他找这个截 他现在就没办法 这个截本身很小 那你说如果从价值上来说 我在这愿意吃了提 我还是愿意去脚上走两个 那肯定这个好多了 但是是不是跟他这个没有打 对啊 他现在没办法 就是白旗为什么现在开截 时机好的原因 就是你根本在外面都没法找我的截 我就随时把你扳死 这哪受得了 所以黑旗这个 你说他是找截 不如说他是 其实是在 生活 和毛病 那这个转换 我觉得黑的肯定亏了 叫白旗小姐 这个能叫转换吗 这你 这把飞刀的威力 确实有点小 因为正常来说 本来就是硬腿你的先手 本来这地方就不是白旗的空 所以说你这两手旗 对白旗的实地 是没有伤害的 只不过是把自己走后了 自己稍微长了点 长得也不是特别多的木树 那跟这些棋子的战略性的 价值来比的话 黑的肯定是 有点顶不住 上面旗筋吃掉之后 现在白旗全盘一下变厚了 对 而且就算你现在这样补完之后 这下没打到还是亏 人家将来比如说走后之后 这不是也是眼见的问题吗 这个确实是有点心疼啊 就是忘走了 忘走了导致整个变化都不对了 对 整个战略 如果打掉这下 你打截的好 我找截我肯定是脱脚 我走实地 这个价值比这个外面一把飞刀 取得的效果要差很多 对 那么这个这样的转换之后呢 应该是白旗还是便宜了 白旗好一点 我觉得现在白旗要便宜了 但是便宜多少呢 这个棋局是不是还 还早 下很厉害的下 因为棋盘很大很空 但这个棋我感觉白旗应该是挺好掌握的一种局面 白旗这八万丈好厚啊 嗯 白旗超级厚 现在全盘白旗没有什么负担 嗯 但这三个字其实是没关系的啊 很轻 但是说实际上这种棋可能也是 年轻棋手挺挺有冲劲的 嗯 怎么说 有必要吗 我觉得白旗现在实控应该还不错的状态 这个 稳健一些是吧 可能 老年轻手 觉得这个手脚 他是不是觉得你是差二 我是觉得这地方黑旗中间明显有接银 黑的后啊 你你这个攻黑旗有点不靠谱吧 而且现在白旗应该形势还不错 还不错呀 我是觉得白旗实地是 肯定是不差的 就是说黑旗这个贴幕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对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战斗 我觉得这个明显是战斗啊 这个这个对方不进来不可能啊 那一定要进来的 这个我进来 而且这个进来 这个基本的一个框架应该是黑旗明显在攻白旗啊 嗯 怎么能是你攻我呢 那也确实啊 对我这两个字还是很很有威慑性的 对 我没必要 但棋没有必要 我觉得我觉得手脚就行 手脚 挺好的 这个把旗下乱了 我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但马帅英勇不太了解他 他或者他的风格就是比较喜欢战斗 这可能是应该是 嗯 以前小时候可能就这种风格 就我记忆印象中他不太稳定 勺子也比较多 那时候可能水平还没有现在那么好嘛 那这两年肯定进步应该也挺快 但风格应该还是挺挺好战的吧 包括他这些手的我们可以从这盘鞋开出 他看出他局部包括跑啊 小肩铺结这积极性还是挺直接挺好战的 对 局部的齐心的敏锐度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个骑手从他的战绩能看出来 他今年正好 今年他就是五战全胜嘛 因为今年一共就是新 他的主要战场就在新人王 对 这他是不是下的第一个比赛 对 第一个比赛 所以现在目前胜率百分之百啊 很厉害 对 你下出了信心可能是 对 这个年轻技术也容易出状态 就出了状态 一番连胜之后 信心就上来了 对 整个人气势都不一样 我感觉这番气下来都挺凶的 因为像我们这新人王战 其实参赛的棋手有很多高手 不要看着新人王 我们新人王的这个标准是 男子是18岁以下 女子是20岁以下 其实是基本上云集了我们现在这个 就是这个年龄层的所有的好手 对 你包括像王星浩 图小宇 对 还有去年在这个维甲中 这个大放异彩的金宇成 最后现在目前 好多下维甲的都参加 对 包括上一轮 陈豪欣什么的 对 陈豪欣正在想 你看现在九到四强当中的 就马帅是其中一位 是吧 所以我们说他称他为大黑马 所以呢 对 马帅应该是大黑马 因为他刚定断 刚定断没多久 大家确实不熟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去 小看任何一位年轻人 对 好 这个实战白 其实还是走过来了 对 但我就感觉 这串走的不便宜 黑的这也很轻松 因为你不敢用墙 不敢用墙之后呢 黑的 就也很轻松联络了 实地也有 主要白旗这旗 好像还是有点薄 这地方的联络是有问题的 这地方肯定没连上 非这个吊 都没连上 很薄 对 我是觉得这个下法 不如手脚来的安稳一些 这个真的有点 有点挑事 他可能不太了解 周鸿宇的风格 周鸿宇真的是 力量非常大 但他自己可能也觉得自己也 说不定正好想叫两声 也不怕事 下来比较复杂 就是 对 那他就很积极 这个棋 可能他的风格吧 是不是 就感觉他不像是白旗 优势的时候的一种选择 比较拼啊 这个 如果学的形式不错 那这样呢 对不对 就是你走这个 我这地方肩顶一个 如果顶一个先手 我在飞一跳一跳一跳 这多合理呢 这就是一种 优势局面下 好掌控的一种 一种格局嘛 正常分寸 他这个是真的乱 他这种下法 局面是真的乱 那么黑棋也没办法手 只能打进来了 一定是打进来的 然后他还要手 他也很贪的 有点拼 我觉得这棋 白棋在给黑棋找机会 现在白棋要处理这个字 这个字不是一手棋就能处理好的 他先飞了一下 他先飞了 然后再跳起来 但是这个中间联络 因为大飞联络 好像还是有点隐患 他不见得直接冲击你 他不见得直接 他先在这里做做准备 感觉白棋这定型都挺松的 他点一个会不会好一点 点一个 点一个 你是要挡脚吗 如果因为你走外面 我就想去转身了 转身 我想把脚掏了 这个字本身 因为我挑到这儿嘛 你吃不大的 就不要 也没关系 脚上价值很大 但你如果挡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 是不是会比实战的棋型 要好一些 眼型好一些 眼型要好一些吗 你这样我就糊起来的话 那肯定就放心了 你尝我贴出来 因为我这尖都是决心 你这还有冲断 我觉得这样整形 好像白棋更容易处理 而且黑棋也不够厚 点张 我觉得黑棋可能还是要挡 挡外面 我觉得活脚很舒服 你如果沾上 我半沾完一半沾 这地方有佳 这地方 这地方你吃了 我撑死实木器 也是一种判断 我觉得脚也大 就要不要转身 点进来 其实就做好转身的准备 我觉得我始终 就是想给白棋 找到一个简明点的东西 来因为保持局面 我感觉白棋 失控明显是要好一些 但是马帅 显然是 而且 希望越落越好 我是觉得这个下法 如果我和我脚实地 也比这个好 这个脚上的价值 本身我觉得就比这个大 跳 而且一手棋没补好 一手棋补得不干净 这一号鞋看得清 这不没连上吗 如果飞了之后 其实这棋已经中了 不能死了 不能死 对 那 有点替他担心是吧 就是他 他又不肯忍 这棋他走 又又觉得有点 亏 他走难了 他才顶脚 顶脚 就整盘鞋就感觉拼 确实是非常的拼 但我感觉这个白棋 明显亏了呀 这一串有点别扭下的 吃掉 我觉得有点别扭 白棋不敢打上来 打上来有个棋 只能带着退 这个棋白棋太重了 只能退 这个棋 你看 这觉得周虹瑜的风格 头疼了 周虹瑜的风格 周虹瑜其实棋也非常的犀利 对 对方这个弱点 抓的还是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白棋这船有问题 白棋现在不好动了是吧 他这个 他肯定不能让你靠下去 对 他就是要防守 这带防守 怎么防呢 不舒服 实在是病在这了 这个是最扎实的 最结实的 怎么防呢 他没办法 这感觉更不对 这的话 他是不是觉得 被你挤一挤 我要吐了 感觉借用更多 是吧 这一挤 走这个也不好 是吗 走这个 这个子放这也没什么用 不如放这对这个厚一点 这样万一将来这还有兼用 兼顶什么的 他这个可能更厚吧 对 这个子也没什么用 没用 但是 有没有觉得就从这个B开始 白棋下的很乱 把自己突然间下的确实有点薄 没必要怎么平的呀 当时我觉得白棋是要好一点 贴过来之后 你看现在黑棋 因为这边也很厚 很厚啊 上面这两个字正好发挥 作用是吧 就说这个判断的时候 你就得把这个子考虑进去啊 你的这个方针正好 让黑棋的子效发挥出来 黑棋正好他 特别好 发挥的 特别好 然后 那不管形式好 现在这种棋就感觉 它绝对不像是一种 优势时候的一种 一种流畅的下法 对 节奏有点 现在白棋节奏有点乱了 在拼 就感觉白棋在拼 现在的局势是什么情况 现在 现在你说白棋捞了半天 我也觉得实控这一串 它也没便宜 就是变薄了 但当务之际 他首先在把中间处理 他处理的同时 他还不能把这下太后 黑棋走太后 这里又可能被缠绕了 这块鞋局部刺完一走 局部肯定是活不了的 这刺完一分段 问题很严重 先看看他怎么处理 有点乱 有点乱了 所以刚才打结之后 其实白棋还是 形势不错的 肯定不错 这个转换 我刚才说的 白棋明显便宜 但是后面可能白棋下的 有点拼 有点拼 现在周鸿瑜 抓住了战绩 先刺 现在看看黑棋是怎么进攻 头得长过来 这个头要长 要进攻了 拐 现在白棋做眼 是吧 找眼味 找眼心 黑的顶着 顶完产生个斑 其实难受 他顶不过 顶的话 斑 这边虎先手 太薄了 虎先手 这首先就是 这气也太紧 我直接就断了 它糊掉之后 我感觉要崩 不客气了 直接就断下去 直接断 我感觉这气要崩 不行 这个也不敢 不敢轻易走 那感觉快崩了 这家系 先拐一拐 这地方也是个 大大的问号 举步也没看出 怎么活 顶 这个气 总得丢掉点什么 这白的全身而退 我觉得不太可能 感觉总得付出点代价 白棋贴 白棋现在主要是要 找眼形 打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 它这个因为气紧 气紧是一个硬伤 这个气 它 可能 断不了吧 断的话是 从这里打出来 就 打出来好像没用啊 那就 有时候飞一个 这 要死吧 这个 飞你走什么 不好走 不太行 我如果吃这个籽 你从这里吃 可能最后变成一个假眼 再打你 因为这地方 你时刻要注意 我这地方 都是先手 对 这地方已经回不去 加盐肯定是没了 对 这太危险了 这骑形太 黑的实战 就是 我觉得周风云 这时候开始有优势一手 他这个 有点求稳了 但当然这个 我觉得也很厚 很好 也挺不错的 很清楚 就把这两个子提掉 对 这个黑的已经开始 慢慢蚕食白棋了 我觉得这个调子大 大乱 从这之后 黑棋已经 这个 挺满意的 白的这什么 走到什么东西 太危险 太危险 这这白的 太危险 而且你看他现在 白棋联络上面 看着近 但是 怎么连呢 连肯定连不上 但是我说 这个棋呢 黑的可能也 没有特别厚 是吧 白的是不是对黑棋 要有一些 行吧 自己是连不上的 继续追击 这棋现在 我感觉白棋 渐渐的 有点顶不住 白棋 当然这边呢 因为刚之前 没有打掉 这边有一点点 还有一点分段的 可能性 这个始终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一个没走到 确实是 但黑棋在那 发动攻击的时候 也要小心自己 是吧 也要注意一点 但是问题 不算特别大吧 黑棋 我觉得黑棋 问题真的不大 嗯 就是你搬我 多爱你 我这块去活 两个眼 这样我 我多爱不就行了 我这地方 如果有一带 我就不说漏你 我多个先手 黑的还是很厚的 是 你这连不上 白棋这个眼位 就算能活 什么拱一拱 做出两只眼 但是如果胎损的话 实控 我觉得白棋要输了 这黑棋经过搜刮 走两下 白的都不行 因为 之前呢 就是转换完之后的格局 白棋 本来就是 它有一个大非手脚 对吧 然后这里 就是 这里是星位 加一个小尖 是吧 这里增加了一些木树 增加的并不多 没有 这地方 它就抢了个这个 对啊 就是 就抢了这个 就原来两个子 现在变成了一个 这个木树 我黑的再通过工具之后 把这拔了什么的 这这黑的这地方 已经长了十几木了呀 这里提个字 然后还有这个搜刮 肯定还能 对 有收获 现在看看白棋怎么处理 白棋 白棋这个 不是黑棋就直接 顺时冲下来了 不这个 这么下 活了也输了 因为冲下来之后 这个脚已经受伤 受得严重 我们刚才说 白棋之前拼 白棋为什么会下 这么薄的原因 就之前下得太拼了 太拼的话 他一是薄 他还是要把木全捞住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的木树 渐渐的也在被对手蚕食 就算活了也不行 对 他这个想法 十个俑者 就是从这个B开始 我觉得年轻棋手 马帅这个 还是大局上 对这个棋的 进程 还是 不那么流畅 对 这个分寸 好像没有 没有拿捏得那么好 对 这个局部的手段什么 手段年轻棋手 很敏锐 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说 这个 还需要成长 判断力 大局 什么时候该 弓什么时候该手 有点太忙了 冲得有点太忙 现在他火过来 这都没有用 这有什么用 眼呢 现在马上小剑 都是假眼 关键是 你就算活了 这里已经 我受不了了 这个里面 我感觉 这是点一点 这个味道很 味道很饿 木都没了 就算你能活 木全没了 你还不能听 只能靠 是吧 靠冲 我感觉这两个子都要掉 木已经不行了 你再刮一刮 空不够了都 再说这问题也没解决 也得先做活 来去靠 你做活 你上面那块还没交代呢 这个 然后你看 这个 小红鱼 对 小红鱼 你看活动开了 继续 我们之前一直说 这是眼尖的东西 白气就是一种被缠绕的一个状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 这个我建议一点 赶紧转身 赶紧处理好 能转身转身 你不让我转身 我觉得眼位比现在要好得多 有可能局部就能活 你如果让我转身 我这块起的负担 我先把包袱卸了 那我专心处理这块 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两块纠缠在一起 这个是典型的一种缠绕攻击 这个 从这个为战术上来说 我觉得白气下的思路 不是很对 对 现在白气这边也要需要做活 哪边都不能死 他先管 他这种做活 就算能活 他都是 可能比单关还不如的那种活法 因为他的实地都是在兄弟打架 白的黑气 黑的 不是 黑的走两下 这地方再走 白的这块气怎么活 是太难受了 这种气 这种都是有点损的 现在已经是 局部活了是吧 你要挡的话 我已经活了吧 怎么活 局部活不了 还不是不活 局部肯定活不了 但是 就是靠这种先手一路 弄出了惊讶的表情 那确实是靠这个一路拐 是不是 因为我靠这个回来 那确实 要不算了 活了也不行 就可能算了 主要使空白的也没那么好 不 这个顶 吐了 要杀 我觉得黑的要杀 黑的想杀 黑的想杀 黑的选择很多 他现在先挡下来也可以 对吧 黑的实控 先走这边也可以 我没怎么点 但我觉得这期黑的控 应该也够 搬这个 搬这个 搬这个黑的挖 他想你断我的话 他想虎这个是吧 对 但他不会去断吧 还是挖 挖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打吃 我就粘住 太厚了 这不是在送死吗 你下面 活不了 下面也 本身也活不了 活不了 对 本身也活不了 就是死的 那越走这个 可能木树都有点 先亏实木 这一般被一挖 实木先没了 没法收了 没法收了 这个 我觉得前半盘 还下得很好了 装这部B开始 有点 没扛住 断 这是 病急乱投医吧 我觉得 这能有什么用啊 看没看没乱有什么用 成 我应该就走 走 哦 他是要瞄着 他是赌秒了吗 比赛是12点半开赛 然后他每方两个小时 那现在 不一定 不一定 难说 每方两个小时 然后之后是五次 一分钟的赌秒 不是 这个下的白旗 已经有点方寸大乱了呀 我觉得 这是什么意思 挡住 干什么 这是要干什么 我没看懂啊 搬这个 就不让你活吗 他要跟你打结活 这部黑的不是打了 打着活骑吗 他想搬倒一下 然后呢 跑出来 就现在这块黑旗没活 黑的打不到这一下 就是打结活嘛 那黑旗还要不要拐啊 有没有必要拐 我 这个 我觉得实在 他这个就很清楚 我为什么要拐呢 我就打呀 这样我活的呀 这样你跑我打 我是活的呀 那咱们打结就打结嘛 你打结回家是吧 那他这个很 这个很稳健 这个很稳健 这个可以啊 很清楚 就 就我给你这块大笼打结活 首先我也不知道 白旗上哪找结才行 这结怎么可能打得过黑旗 我刚才不是说 这块没活吗 那我冲一个 你拖先干我下 你 也不太好吧 而且我随便收手 刚才我们说这扳一下 先亏石墨 空也没法收了 主要是这个 这个结 黑起来 黑起毫无负担 黑的是一个无忧结 白的还有点重 提过来之后 这脚感觉 这么感觉要死 这个 很难 现在对白旗来说 是很难了 这 这个结打得太愉快了 这个 这个 就 扳一下 是 稳健 这地方看似 这地方也连不了 这地方还有一个扳 所以这地方根本是回不去的 没有路 然后提 就只能说 看这打结了 本身结 沾上 本身结 现在的黑旗 太好下了 这旗应该 不太能输出去 是一个时间问题 是这个应该输不出去 黑旗 这个 实地都暴损 搬下来 搬下被挖死 现在摆黑旗 是不是 这个结 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没什么 我提了都行 黑旗就走两旁 我摆我应该是结吧 你消结 我就往里走 就摆得从这个B开始 它走了 什么东西 都没有什么收获 然后白旗提结 我看黑旗找了哪个结材 点这个 嗯 黑旗刺这个 就跟就是 对相当于把这个吃掉 然后你 它就消结了 就不打了 黑旗就不跟你打了 然后他这也不是 从什么定型都不走了 就立 收关 嗯 应该看出差距应该是蛮大的 对 就黑旗已经判断得很清楚 就这个结 真无所谓 就是对 其实相当于就让给 让给白旗 嗯 其实他可以继续打 黑的完全可以打呀 黑的结还是有不少的 白旗站回来 黑的刚才冲一冲 什么肩顶多多时间 或者靠 结还挺多的 就其实就相当于 黑旗找结 就没找结 就是立了一个 是吧 因为这个是相当于先手交换嘛 对 就等于呢 这串攻击 我们看黑旗获得了什么收获啊 黑旗通过攻击 把这两个拔了 对吧 时空肯定长了不少 然后呢 这地方 你损了一堆 嗯 我这拔了 时空长了很多 然后呢 这两个我又涨了 嗯 你又送我 等于说你跑了两个真子嘛 这方又涨了 然后黑的外面 还可以连走两手 因为我走这个 你沾上 等于说黑的连走两手嘛 白旗的收获是什么 没有 然后 搬 是这样 这里要搬断是吧 对对 这里要搬断 对 嗯 然后我觉得 黑旗在把这个充一充嘛 然后这这这块 是粘 把去粘这个 粘在这 补得好一点 对 把它补住了 就将来你搬我粘 充我双打吃 补住了 补住了 黑旗现在就是很简明的收收官是吧 你这个都不充了 因为这你 这个也大呀 你不能让我跳进去吧 也不知道 都不充了 都行 都不重要了 时空差太多了 可能我估计啊 那白旗 21 可能是差距可能比较明显现在 四十五目起来的 四十五目起来的 白旗只有四十五目啊 嗯 那块黑的三十 嗯 有的 上面有三十 对 嗯 黑的六十五吧 六十五 白旗四十五 对 这样应该盘二十的左右了吧 这个差距 对 那这个差距比较大了 很难追赶 嗯 而且现在还是黑旗一个 呃 比较厚实的局面 对 嗯 嗯 这里其实明显还是 还是嵌守旗的 对 不只要这冲 我也不让你补补补补的话 这跳又掀手 这 这刮烂了 对 这黑旗也是 这旗为什么 嗯 都行 是吧 都行 都行了 这这个跳进去也有点扛不住啊 这太大了 白旗还还想再拼搏一下 靠在这儿 这是在送死吧 这我不顶死你啊 扳死 你这在干什么 拼搏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有没有什么旗啊 这有什么旗啊 这肯定没旗啊 这能有什么旗啊 这 这里 挖一挖 打呀 没用是吧 就你打我不是旗 你打我是沾啊 嗯 我顶也行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顶吃得大一点 顶感觉吃得大 嗯 真的有什么旗啊 这样的话 嗯 这边联络了 是不是 哦 那可能 他连这个冲 他都不想冲 你连不连的 他根本就不太关心 好吧 你这个靠被顶死 这地方又可以贴墨 他搬了 嗯 这个黑的已经摸了 就这里本来是正常收官的话 这里可能是尖进去 只能尖啊 只能尖进去 对啊 实在是不甘心啊 这个不能 是吧 好不容易下到了半决赛 总是 那肯定不甘心 不甘心 如果输了的话 这是职业生涯第一盘输起 哈哈哈 不见得吧 去年 他去年盯端应该是不是还有比赛 我没有看他去年的战绩啊 今年反正是 这个 前五盘是全胜 背赛的预选 放哪儿都是一个好成绩啊 非常这个显眼的成绩了 对 那周鸿徐还是厉害一些 21连胜不是 随便说说的是吧 就22了 就22了 又要刷新记录了 现在也很恐怖啊 这个 你不管是在什么比赛上下 是吧 哪怕是和女子比赛下 你能够这种 二十几连胜 这就是证明你的统治力 那确实 点 他是没下吗 还没下吧 现在我们已经跟棋局同步了 棋局同步 对 这个还要参考一下吗 这 我就沾上 问题不大吧 那么 周鸿徐也是 今年呢 因为 金人王赛的 就现在的规则是 女子是在20岁以下 比如说2002年出生 1月1号出生的棋手 那么 周鸿徐正好也是 今年是他最后一届 最后一届 对 如果这个规则不调整的话 还是20岁以下的话 那么今年应该是他的 对 一个最后一届 这盘其实我拿下 那么他就进入了决赛 对啊 就将 他的这个对手是必然是为难棋手 又会进行一个这个性别大战 也是让大家非常期待的 那另外那盘棋呢 王兴浩 其实也是今年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对 王兴浩之前 在野湖上不是有一个 对 迎了深圳序 王兴浩当然现在也是他这个 这个年龄段 大家现在说是最厉害的 最 对 至少是大家特别看好的 对 他这个 当然他同时代的棋手 他屠小宇啊 也是很不错的啊 因为 呃 王兴浩之前 等我们一会儿就要介绍那盘棋了 对吧 也是为家主力了 对 王兴浩之前也是 这个新人王赛也是两次 连续两次进入 亚军 进入决赛 然后拿了亚军 今年是 去年还就亚军输给屠小宇吧 之前也是 嗯 所以今年他如果 现在进入四强了 对吧 对 也是他这个 再次冲击新人王的一个 进入三番棋 一比二数的吧 嗯 也挺可惜的 干嘛呀 你啊 呵呵 再再尝试一下 尝试 一 我们看看啊 给大家摆一下看看 我就沾上 打吃 皮了 嗯 没啥用 是吧 这个 你就全部照单全收了 是吧 就断打 那不随便了吗 吃哪个 真的肯定吃大点 嗯 如果沾 就弯出 随意 不知道 随意 就没什么齐好像 没有什么齐啊 这个估计也是调整一下心情吧 是吧 没看出来 没什么东西 杀期肯定也杀不过 没有看出来这个 有什么 太多的这个味道 没什么东西 嗯 嗯 还很谨慎呢 对吃在这里 就猪红鱼啊 走了 吃了 是 没有问题 真的 正好 这是最后一首棋 认了 对 这181首 那马帅是 头子认输了 那么周红鱼九段呢 周红鱼六段 直黑中盘战胜了 马帅 那么 周红鱼呢 就率先拿到了这个 决赛的门票 是吧 这是周红鱼应该是第二次打入这个新人王赛的决赛了 那么他能不能重演他三年前的这个 呃 清别大战中 击败男棋手最后获得新人王赛的冠军呢 这个也是一个 大家很期待的 呃 一个一个比赛啊 那我们 但他对手是谁 我们 也是看一下另外一排 对 那稍作休息 我们一会儿回来